泰山硬化大牌生态园区随着季节的变化 园内有些区块的花草早就凋零枯萎了 明治里长陈春奇很感谢志工朋友出动人力 在园区里面种植了许多鲜艳色彩的激光花 并且还搭配生态园区里面的造景特色相当美观 泰山硬化大牌生态园区在里长陈春奇带领之功下 至今花了14年时间一点一滴慢慢开辟完成 同时利用园区以山高低的地势规划出不同区域 并配合四季种植许多花草树木建造出归例的花园景致 最近因为夏天到了一些冬季的花草都慢慢的在雕尾 所以这一个礼拜来志工又把它们重新换了 这个在现在爱心里面的还有那个半日的这个园区里面 是栽种着激光花黄色跟那个红色的 陈春奇里长表示因应季节变化 园区有些区块的花草雕味在与志工的努力下重新种植激光花 藉由花色火炬黄鲜艳红的色泽搭配园区造型相当美观 弄起来的话跟外面那个框框那个造景非常的搭配 所以说这个颜色这样也非常的螺蛳 看起来非常漂亮 所以就选择这个有色的花种搭配这个景观 陈春奇里长指出 櫻花大牌生态园区内的许多设施 很感谢台塑董娘李宝珠女士大力赞助金贝 近来里长在园区中特别设置一个安自的石碑 以展现李宝珠女士的理念 和提供给乡亲一个安心安全的休闲环境 记者虎萱泰山采访报道